吹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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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天昊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吹化劑 那什么是吹化劑呢 吹化劑就是拿来加快反应速率的喔 在讲解详细吹化劑的运作原理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谈谈 大家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你可能在跟班上的你的好朋友啊 一个好哥们聊天的时候 你默默的知道 欸我跟你讲喔我喜欢小美 你不能跟小美讲喔 接下来呢可能你又在跟这个女生聊天的时候 不想又聊到 欸我跟你说其实我喜欢小明 欸不能跟小明讲喔 好吧当你这时候 你知道了他们两个互相喜欢彼此 那他们两个可能互相不知道 我是个这么讲义气的朋友 我当然要促使他们两个能够在一起啊 于是我就偷偷的跑去跟这个小明讲 我跟你讲喔 上次小美跟我说他喜欢你欸 那接下来他跑去跟小美讲 欸我跟你讲喔 你知道吗 那个上次小明他跟我讲说他很喜欢你欸 于是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接下来他们两个互相知道彼此 爱着对方 当然最后就在一起啦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那你加速他们两个爱情的变化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当时没有扮演这个角色 你没有去告诉这个男生 女生喜欢你 你也没有去告诉这个女生 男生喜欢他 他们两个不会这么快在一起啊 所以你实际上 你加速这段爱情的反应 所以这是一段爱与催化机的故事 于是你就已经学会催化机是什么了 然后一定有同学跟我说 老师稍微啦 我刚不是只听完一段爱与催化机的故事吗 好 那我们来看看 究竟这个爱与催化机的故事 为什么让大家学会催化机 好首先催化机呢 刚刚我讲到他第一个功能叫做 加速反应的进行 我想这大家应该有听到 加速反应的进行 只是他有一些细项他参与化学反应 然后反应前后不会被消耗 以及降低活化能 这是他在反应过程中所要注意到的事项 好接下来黄字呢 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 这些黄字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关系好了 第一个他加速反应的进行 我想应该没有错吧 他让这个小明跟小美 两个人更快的在一起了 但是呢这边要记得住一件事情 催化机他不会使原本不发生反应的反应 发生反应 什么意思 如果今天有一天他跟小明说 我跟你讲老鼠喜欢你 你觉得小明会跟老鼠在一起吗 我相信不会吧 他原本就不会在一起了 最后怎么会在一起呢 好接下来第二个呢 他叫做参与化学反应 去改变反应的路径 什么意思 原本小明跟小美呢 他们需要透过自己的这个互相摸索 互相的去约会 可能聊过几十天之后才敢告白 然后于是最后在一起 但现在不用了 现在你改变了 他们之间反应路径 他们先去找你 好然后呢他告诉你说 小美喜欢你 接下来呢你再去找这个女生 跟他讲说小明其实喜欢你 于是最后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原本是他们两个去反应 结果现在他们先跟你反应 之后再互相反应 对不对 他又改变了反应路径 接下来呢下一个 反应前后不会被消耗 我相信你在他们两个在一起前 以及在一起后 我相信你的体重应该都不会变吧 不会因为他们两个在一起就幸福肥 于是就肥到你自己 不会啊 对不对反应前后 质量不会被消耗 也不会增加 好那接下来最后一点呢 就是他是降低火化能 减少反应的障碍 什么意思呢 原本他们两个 我相信你应该有 喜欢过人经验吧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喜欢上我 好然后喜欢人经验 你可能会想要 试图表达你的爱意 这个时候就有点点的困难 因为你可能需要克服你自己 对不起你的内心障碍 对不对 你要告白欢迎我被打枪怎么办 好这时候催化剂扮演一个角色 你可以不用直接跟我讲 你可以先透过他 然后再跟他讲 然后他也可以透过他 再跟他讲 这时候是不是就比你 直接当面跟他讲 来的障碍小一点点呢 所以他负责降低反应的火化能 所以呢这边呢 我帮大家统整完了 刚刚这段爱与催化剂的故事 是不是把这几个概念 完全的描述的很清楚呢 所以大家记得哦 我们的催化剂呢 是用来加速反应的进行 接下来他在过程中 会参与化学的反应 反应前后不会被消耗 接下来他能够使反应速率 加快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去降低活化能 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叫做 不会使原本不反应的反应 发生反应哦 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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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